今天我和朋友要去钻石世界寻找东西 狗子同志 你准备好了没有 他说准备好了 那么现在就出发 我先过去探探情况 也不清楚那边等着我们的到底是啥 抽呀 一个钻石城市 能混进去吗 身上就带了一个稿子 应该不会被搜查 进去的概率还挺大的 慢慢过去 希望不要引起注意 呃被叫住了 兄弟我们是隔壁村子的艺术家 要去领主那里表演节目 所以想在你们这里借住一晚 呃没想到他们这里已经戒严 任何人都不能进出 我试着让他通融一下 他告诉我可以在村子周围打地铺 好家伙算你狠 狗子说可以挖通道进去 是个好主意 虽然有被发现的风险 但是也没有其他办法了 哈哈哈哈哈哈 找一个远离正门的墙角 大概率不会有人过来 哈哈哈哈哈哈 好运气 果然美人 我先收集一些石头 万一被发现也有远程攻击手段 注意敌方视野 突然有一种特攻附体的感觉 此时此刻的我就如同幽灵一般 在这个世界中来回穿插 进入房子中就安全了 不会这么幸运吧 才来就完成任务 居然真的是 呃被发现了 是这个房屋的所有者 二狗继续保持幽灵状态 但是房间的动静 引起外面人的注意 这是大大的不妙 我们被包围 有啥办法吗 似乎越来越多 虽然没有像我们攻击的迹象 但是压力越来越大 我决定提前做准备 一帮笨蛋 这里居然没人 先找一个瞭望塔 观察敌人的数量 已经免不了要大战一场 呃一对一单挑 我还是有点机会 为了好大的力气 终于放掉 果然增加人手 风暴也没封上 壁梁子局面呀 这个村民子在干啥呢 他说它是组织在这里的间隙 另一半的东西 可以帮助我们逃离这里 优鹤 大人物就是不一般 果然留有后手 就是这里了吗 这里的是 他说是装饰品不算重要 如果愿意带走 也是可以的 接着我就随便拿了掉 箱子中就是用物标 嘿嘿 有这些东西 再逃出去的话 简直不要太轻松 同志 你先安心待在这里 只要我们成功逃离 应该会派人接应你 千万不要被发现 啊 膨胀了 现在看谁敢拦我 他们在什么位置 小可爱们 我来演 试试任武器的威力 好吧 居然要用五下 这是激光武器 平均两到三下一个 火焰喷子 就是不知道 对付这帮石头人的效果如何 不浪了 快点解决 然后我想回家吃饭 诶 这房子是 姐妹你是谁 请对暗号 暗号错误 来这里做啥 看衣服就不像这个世界的 难道是穿越者 直接干掉 身为空间守护者的我们 是不会允许穿越者的出现 解决掉这个隐患 也算大功一件 只要在打倒封大门的几个家伙 就圆满完成任务 直接一波 那么本期视频就先到这里 话说我已经开始计划 晚上吃啥了 拜拜咯 下期再见